1月22日是农历大年初一 当天北京雍和宫外人都攒动 不少民众来到这里上香祈福 早上7时 雍和宫正式开门 在过完安检查验完飘证后 不少人就加紧脚步 向雍和宫搭店走去 招台门前 已经有工作人员提前等候 向香客免费赠香 由于香客众多 当天雍和宫上空轻烟缭绕 众多祈福民众入去进入雍和宫客店内 他们浅诚叩拜 取下自己新年的愿望 今年是第一年 我们俩结婚的第一年 然后就是在北京过年 所以就是很有纪念意义 我们昨天晚上就想着 今天要来祈福嘛 就想新年有个好的兆头 然后就希望新的一年 能够全家都健健康康 然后平安幸福 然后事业也能够节节高 也希望还有家人身健康吧 然后孩子也是平安成长 就希望能今年赶紧考上大学 然后留在北京 大家都很虔诚 希望每个人的愿望都能成长 据介绍 由于疫情原因 雍和宫已经连续三个春节 没有对外开放 北京 雍和宫管理处相关负责人介绍 此次开放前 雍和宫已经提前谋划部署 采取措施 努力为游客信众 提供和祥和顺的利副环境 比如我们提前向社会发布公告 引导大家网上预约购票 同时我们延长了开放时间 像大年初夜 我们延长了三个小时 另外我们增设了安检通道 增设了检票口 每小时进圆的人数 最高能达到八千人 同时我们在院内 采取了游南向北 单向行进 避免交叉回流 这样一些措施 此外公安 交通等部门 也给予了充分的支持和保障 很多乡客 也是奔着抢雍和宫的头箱 一路小跑 认为抢到头箱 能有更多福报 对此 布英华表示 所谓头箱 并不是大年初一 某个跑到最前面的人 上的第一炷箱 而是新的一年 头一次在佛前上的箱 这个常听僧人师父讲 佛法平等 众生平等 所谓的头柱箱 也不是说大年初一 某一个人跑到最前面 上的第一炷箱 僧人师父讲 头柱箱 就是您自己 在新的一年 在佛前上的第一炷箱 称之为头柱箱 从这个意义上讲 正月初一是头柱箱 正月初二也是头柱箱 正月初三还是头柱箱 最重要的是 不计较 不比较 佛经上也讲 诸恶莫作 众善奉行 心相一念 都得平安 去介绍 当天有五万余人 前来佣活宫 上香祈福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